針對中共強推《香港國安法》 美國逐步升級制裁行動 繼26日宣布對中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一宣布 從近日起停止對香港出口美國生產的國防裝備 6月29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稱 中共決定剝奪香港的自由 迫使川普政府重新評估對香港的政策 隨著北京推進《通過國家安全法》 美國將從今天停止出口美國生產的防禦裝備 此外 美國還將採取措施 在國防及軍民兩用技術上 對香港實施與大陸相同的出口管制 蓬佩奧指出 美國被迫採取這一行動 旨在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權 因為不能讓這些裝備和技術落入中共軍隊手中 去維護中共的獨裁統治 蓬佩奧同時強調 美國並不願意採取這樣的行動 這是中共執意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將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的直接後果 而美國的行動只針對中共政權 不針對中國人民 中共5月份宣布強推港版《國安法》 美國總統川普隨即宣告 將取消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 並對相關中共官員及其家屬進行制裁 本月26日和29日接連推出的制裁 只是川普政府一系列制裁行動的開始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